微型学校的问题存在多年却一直无法解决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今天主持 微型华小工委会第一次会议 他表示工委会确立了三个工作方向 包括搜集微型华小的资料 规划教材以及分析数据和资料 为微型华小制定发展蓝图 教育部首次召开微型华小工委会会议 共有13个华团参与 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 工委会制定了三个主要的工作方向 分别由董总、华理会和华言带领 董总将拜访98所学生人数不到30人的微型华小 和董事部沟通制定适合不同学校的方案 华理会负责第二个工作方向 联合教育部课程发展司、教育团体和学者 针对微型华小所需要的教材、设备、活动和教育计划 提出方案 华言领导的第三个工作方向 则是通过研究专家和教育学者 分析微型华小的数据和资料 以提出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 我们必须以非常专业和科学的方式 规划这个微型华小的发展方向 特别是在提高微型华小的教育数据 马汉顺也表示 教育部未来会邀请更多团体参与讨论微型华小课题 今天参与会议的团体将分工收集资料 三个月后再进行第二次会议 但微型华小发展蓝图不会在短期内出炉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全国1302所华小当中 少过150名学省的华小占了616所 也就是47.3% 类似的情况也在国小和弹小发生 今年8月 教育部向多所微型学校的学省家长 展开合并学校意愿调查 引起华社关注 甚至发出意见不能少的呼声 教育部随后承诺暂时搁置合并计划 同时会集思广益 为微型学校的发展 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案 八度空间黄如燕布城报道 除了五十平均